在昨天的节目,我们讲到在江苏徐州狮子山脚下意外地发现了大批的看待兵马俑 但是兵马俑是天子才可以用的桑葬营制 徐州当时只是一个诸侯国 就算是那里的楚皇,也都不能够使用这种规模的桑葬 要搞清楚这些疑问,唯有找到那位楚皇的皇帝 考古专家用了各种方法,各种先进的仪器来寻找这个地下文明 但是始终都没有发现 最后只能够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家逐户走坊 但是竟然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考古人员竟然在一户村民家的后院发现了人工作黑的石壁 那那里会不会就是大家要找的皇陵避工 考古专家通过策定,判断这里的确存在古墓 那究竟是不是楚皇的墓还要进一步挖挖 于是考古专家决定首先进行尝试性挖挖 长大概有个20米长 13米宽的一个木坑,这个木坑很大 考古人员沿着已经发现的石壁开始挖挖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这座古墓规模非同小可 然而挖挖了两三日之后,工作人员发现了异常 印章上面刻有楚司马印几个字 楚代表西汉时期中央政权下族的诸侯国楚国 从已经发现的部分山落的文物说明 这个行动很可能是当年的杜洞 而令考古专家诧异的是 即使是一个杜洞中的文物 数量和价值亦都相当惊认 刀洞里面就有遗物的,是很少见的 并且这些遗物的价值来看 以前的一个亡灵里面都不一定比一个刀洞多 因为我们在刀洞里面发现了上千件的文物 这个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从刀洞里面,一些价值不菲的肉器来看 这座古墓中的陪葬品一定都是绝世真品 这一切会不会和楚黄陵有关呢 在发掘完以后,墓坑挖到十一米的时候 就到了一个平台 平台下面还有一个墓道 将整个墓坑挖开之后 考古队员发现 原来墓坑只是一个大的天井 而在这个平台的下方 居然还有一条墓道 从这么庞大的规模来看 考古专家认为 这里很有可能就是楚黄陵墓 但是像这样的墓葬营制 考古专家也都觉得很奇怪 既不符合西汉楚昂的昆雪石亚东墓 也不等同于西汉侯极的数学石亚东墓 它在半山坡就开始造一个大的天井 大的数学墓坑 这个墓坑太厚了 它的天井的墓坑 是普通的这种数学墓的岐石碑 但也都正是这种非凡的设计结构 令考古专家更加坚信 这个古墓就是楚黄陵 果然在墓道里面 大家又有了敬人的发现 全部暴露完以后 就暴露出来下面的天井下面 一个我们称为内墓道 内墓道的时候 又往下下沿了五米多 下去以后 在天井平台的内墓道的两侧 就是发现了四个儿子 就在清理内墓道的时候 考古人员意外地发现 墓道的两边各有两个石封门 而且封门的石头并没有被破坏 专家估计 这些石头的后面应该是墓室 渡墓者可能没有发现这几个房间 考古队员移走塞住墓室的石板 墓室被打开了 在封门的后面 居然还有一个厌密的装置 里面还有一道墓门 这个墓门是一个死门 这个造造是一个特殊的装置 它在地上 有一个做了一个石槽 有一块铁 铁的按照物理的那种原理 它后面中的前面清 它永远是撬过头 盖过来的时候 它压住这个蜂门器 这个铁蜂门器被它压 能不能地压下来 压下来 当你关死的时候 它又撬上去 在后面就顶住了 进入这间仪室之后 眼前的陪葬品 令到考古专家相当震惊 从整个房间的陈切来看 这个仪室的功能是存放 毛主人的饮食喜居用品 垂直考古队员打开了西边第二个仪室 而这里出土的垂中物品 更加是令到大家无比振奋 在所发现的大量铁製兵器 和淋浪满目的玉器中 最精美的就是这个玉椅杯和玉盖杯 令人兴奋的是 在地上还发现了两副纯金打造的金带扣 在它的西边角 还有两个盒 这个漆盒已经坏了 但它里面装的东西 是非常珍贵的两样东西 是有两副金扣的胶带 纯金做的鱼椅 每一块种三百多元 从已经出土的这些文物来看 这个灵墓是楚黄灵的可能性非常大 带着无比兴奋的心情 考古人员又将东面的椅室打开 这个椅室虽然有两个门 但内部是相连的 是一个大型椅室 出现两个门 但是它里面是一个很长的房间 长11米的 11米山的一个大房间 里面全部都是和厨房的一些东西 包括水井 当时的水井还在 里面就放了很多大雾 桶 装了各种粮食 内部导的椅室已经全部清理完了 那究竟这个灵墓是不是楚黄的呢 工作人员逼不及待地想进入主墓室那里 去证明他们的推测 但是棘手的问题出现了 主墓室的最困难就是打开这些厕所 一个厕所非常大 一个厕所的一米建方 截面一米建方 一般长是两米八 将近三米 一块石头要中七吨左右 这个困难非常大 这个时候考古人员在塞石上面又发现了以上 每块塞石上面都有一个小标签 标签上面有很多用珠沙写的字 仔细去便认 上面写的是 帝月下阳东方意间 原来这些标签是用来标明 每块塞石应该摆的位置 然而考古人员仔细观察之后就发现 塞石并没有按照标签标明的位置来放 你看看 西方一摆到了东方意的位置上 不是吧 东面和西面都搞错 当时的工厂真的很操心 难道没有人去检查他们的工作吗 这个不单只是操心的问题 我们回想一下 那些兵马俑出土的时候 也有很多是摆得很凌乱的 那这两者之间 会不会有些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考古队组织了两个工程队 动用了叫杆 钢丝石 卷阳机 甚至是喜重机 可以说是用尽九牛二辅之力 终于将封岛墓门的 十几个巨大的塞石移走了 封闭两千多年的地工被彻底打开 现在我们进到的这个就是 通往这个 通往地工的前厅 就是它的那个前堂和后市的一个通道 这个通道呢 被称为涌道 进到重往地工呢 这个过了塞石以后 涌道的两侧呢 还是一些附属建筑 还没有进入它的这个主体建筑 东西的四间的测试的第一个房间呢 是输出了大量的前臂的痕跡 因为从这个位置往后 我们就没有发现这个遗留的前臂的痕跡 所以从它这个这里面是它的痕跡 入到地工之后 考古人员发现 地工里面的附属建筑非常多 分为六个側室 由于杜姆策当年已经截足先登 因此有大量的文物已经被盗走 这个涌道的西侧的第二个测试呢 是从无埋伤处亡当时的一个 代表他的权力的 一个契合里面装了很多的印章 这个里面 就是从中国考古史上最大的一次 西汉印章的一个发现 地工中側室的大室相差无几 作出岩石中的晋针都达到了四五米 然而在涌道的东侧 考古人员就发现一间 令人莫名其妙的房间 这个房间呢 第二个房间是没有做完的一个 就是明显没有开完的 没有没有 就是没有看到的 只开到一个门 里面都没有 专家还发现 墓室的墙壁都不是很平静 地表也都凹凸不平 很明显 这里是一间 未来得及完成的墓室 在一个规格这么高的 王陵墓内 为什么还会有墓室未完工呢 我们环顾四周 这里就好像是一个 未装修完的墓壁房一样 王陵来的这里 是诸侯王埋葬的地方 怎么会这么随便呢 等等 未完工的墓室 摆错的塞石 摆放凌乱的兵马俑军阵 这几件事 又在这里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通过一条很长的墓道 考古人员来到了主墓室的前堂 而前堂地面的混乱情况 更加令到考古人员无重落手 地面上全部都是混乱的 就是所有的文物堆积都是非常浪漫 特别是他的厨房 下当的时候有一个玉关 整个就散开了 这个玉关随着墓里面以后的进水 它就飘移了 整个这个地面上 几乎都是玉关的关门 还有散落的各种玉碧玉黄 玉龙配 进到前堂的时候都满满了 那就没有插脚的空 紧靠着东墙 考古人员终于见到最受关注的遗骸 这个会不会是草王的遗骸呢 但是私下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 尸骨随处散落 它这个下颗骨 就是扔在了 刀墓丁就扔在了西边去 扔到前堂的西天去 它的脱盖骨是在东侧原地的位置 那个腿骨也扔到各个地方 同时考古队员在前堂的地上 还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玉片 通过仔细观察 考古专家判断 这些玉片 原本应该伤陷在存放 楚王尸体的玉棍上 由此也可以判断出 这些散落的骨骸 应该就是楚王 但是问题又来了 那到底是哪一位楚王呢 从尸骨上 同样无法知道答案 在清理尸骨的过程中 考古人员隐隐约约觉得 好像有些什么地方不妥 尸体出现的位置似乎很不正常 一般西汉早期的黄室模作 观目都会停放在后室 然而发现楚王鞋骨的地方 就在前堂 尸体停放的位置 根本就不对 这个在讲究礼仪的中国古代 是难以想象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披露呢 在涌道的尽头 是地宫的最后一间墓室 后室 这里才是应该摆棺材的地方 但是就只是发现了一些乐器 考古人员在清理后室的时候 又发现了异常 后室的地面凹凸不平 两边高中间低 根本就还没作平 那为什么楚王会葬在 未建成的灵墓里面呢 墓障特别的宏大 它里面的外面做得很宏大 但是里面的葡萄车尾也没做完 很多的遗迹现象证明 当年的楚王时期中 不是正常的事 下张的时候也是非常匆忙 一直都发掘完整个狮子山楚王历 考古专家都是没有找到 可以证明楚王身份的东西 关于毛主人身份的问题 考古专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最典型的我们就说就是钱币 这个墓障速度的钱币只有半年 没有五周 那么就是这个节点就可以花点 它不是汉墓 它应该是在元首五年以前的 元首五年以前只有五周 半两前 是在汉墓帝元首五年之前流行的一种前币 到了元首五年之后 就变成了五珠前 从刘邦建立汉朝 到公元前118年这段时期 前后一共有五代流星楚王在位 他们是第一至第五代楚王 毛主人的范围缩细到五个人身上 在这五个人当中 怎样才能够再将范围缩细呢 这个时候 考古专家突然想到了印章 那印章会不会是 破解身份的关键线索呢 还有一个大的节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楚国的疆域的变化 楚国的疆域的变化 从最初的楚国封国的三郡 是吧 几十个县 到了整地三郡以后 收缩成蓬城 它的国都蓬城周围的九个县 这个时候 站在四山床墓里面 发现印章里面 有大量的印章 还有蓬城郡呢 就是九亿三年以前的蓬城 汉书记载 公元前154年 楚国参与了反叛中央政权的七国之戀 叛戀被中央政府平定之后 楚国的疆域也都被大大削減 东海棍和蝎棍被收缩 不再是楚国的领地 然而出土的印章中 就有东海棍和蝎棍官员的印章 这个就可以说明 在位时间在公元前154年之后的 第四代和第五代楚国被排除了 研究工作继续进行 专家在水经驻当中又发现了线索 书中记载 获水有东径 铜孝山北 山阴有楚源王冲 铜孝山就是今天的楚王山 离狮子山有几十里远 经过考察 山上确实有一座看初的大墓 一代楚王就是楚元和柳交的墓 实际上已经明确了在现在今天的 铜山县的家荷乡 那叫楚王山 什么意思 这样一来 墓主人的范围就缩小到两个人身上 那第二代和第三代楚王之中 到底谁才是这座巨大灵墓的主人呢 有人曾经专门测算过 以当时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条件来说 建成这座灵墓至少需要十几年的时间 第二代楚王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面 不可能将灵墓修建成这样的规模 分析到这里 答案似乎呼之欲迅 墓主人的身份 只可能是一个人 他就是第三代楚王 流墓 从楚王林的这个墓障结构的这个 建造的情况来看呢 无论是兵马俑还是楚王林的 整个灵源的这个规模非常庞大 但是他的这个最大的一个特点都没造反 也就是说他的账字铺的摊很大 然后收官的时候呢 特别的这个匆忙 这个时候的一个问题就是和流墓的造反应该有一定的关系 就和楚王流墓当年的判案也是有一定的关系 汉书记载 当时汉景帝在位的时候 开始削弱王国的权利 决定减少流墓的管核范围 并且降下圣子 楚国下属的东海郡归中央政府管理 但就在圣子到达楚国的同时 楚王流墓还收到了另外一封信函 信函中说 吴王准备反叛中央政权 邀请他一同造反 流墓立即响应了吴王的建议 和吴王一齐发兵攻打中央政府 这个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汉初七国之乱 然而汉景帝派兵镇压 大败七国联军 吴王被杀 其遇国王 或寒或死 全部都心败名裂 这个时候的流墓 选择了自杀身亡 既然要造反 那也不管什么转兵 你天子可以用兵马用 我楚王一样可以用 于是就有了这么多迷你版的兵马俑存储 那既然是自杀 总不能够等人将灵墓 起好了再自杀 于是整个皇陵就呈现出一种半成品的状态 这就是整个故事的问题 关于这个草获墓 我们用了两期节目 但是大量的专家学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